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同类产品中为一个派出量超过2万吨的 非常的庞大 被号称为海上最强战舰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装备多达500枚导弹 果然不愧有武库舰这一称呼 其实战斗力是不用说的 能够把一个小型的航母舰队干翻 十分厉害 因为这款战舰是核动力的 所以只要有充足的弹药以及吃喝所用到的物资 就能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海域去作战 这个战舰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城堡 它能够为一座10到15万人的城市提供热能和电力 它有达到每小时行驶32节的航行速度 不得不说它是真的非常的优秀 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如此 它是生产国与美国对抗的产物 当初它的出现还让对抗国紧张了十几年呢 不过它的前景并不好 因为时代在不断的进步 它的设计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完全没有隐身的设计 所以世界各国也不会稀罕它了 再加上它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根本没有几个国家能买得起 其实买得起也消费不起 因为它的维修费用太昂贵了 别说其他国家承受不起了 就连它的所属国也是很难承担的 所以即使我国有足够的钱 也有足够的技术 也不会去打造这样一款战舰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 还有它跟我们战略定位不一样 让我们没法真正的发挥我们的战斗力 那它既然前景不好 为什么不卖掉它呢 这个国家可不敢卖 因为它是核动力的 它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会走进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这样可能还会获得一些利益 也许它会继续服役 即使不主动攻击 也可为国防起到一些作用 好了 仅仅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由老兵书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